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学设计里三原色呢就是红黄蓝 当然在不同的比如说光学里面啊 它就不叫三原色都是有三个颜色的 包括很多打印的时候也有CMYK也是不同的三种颜色 三原色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先来讲一讲三原色是所有颜色的来源 只是在美学设计里的 来给大家看一看色环 也是学美术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色环里的起原色就最中间的那些就是三原色 与隔壁颜色相混变成新的颜色 比如说红和黄变成橙 蓝和黄变成绿 红和蓝变成紫之类的 那么咱们就利用这个来挑战一下 只用三个颜色的画面 并教大家如何用三个颜色创造出很多颜色 接着就开始勾线 主要的方法还是来源于那个私网印刷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印刷方法里面 大家会把红黄蓝分别作为印板 就是红和黄和蓝都是分开分出部分的 刷三次就达到了一幅完整的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私网印刷 所以今天我们来模仿这个原理 如果三个颜色单独作为一层 比如说红色作为单独的一个涂层 黄色作为一个单独的涂层 彼此之间的混合模式调整成 把混合模式调成正片叠底 便可以达到那种叠加的效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实战操作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红黄蓝单独的 取色作为一个色卡涂层 这样就不会影响画面里的操作 它又可以悬浮在左上角 你可以随时的用你的手指吸色 这里有几个颜色的加法很常见 比如说我花叶子的话 我先涂一个黄色在下面 这是黄色的单独涂层 在蓝色的时候选择正片叠底 把蓝色的透明度调低一些 这些叠加效果后来还是觉得变暗会比较好 调 把蓝色的透明度调低了一些以后 就可以看出黄和蓝叠加出来的 有一些些是那种墨绿的样子 而且如果你的笔刷是重复一笔的话 它就会显得更 效果更深 把红色的透明度调低了 可以看到我左边 上面那一栏是大小 下面那一栏是透明度 透明度相当的低 可以调出这样浅浅的肤色 并且还可以做一个阴影的效果 吸取一点点蓝色 在蓝色的涂层 也是非常非常浅的 可以把这个阴影面给画出来 就肤色的一些 不被阳光所照到的地方 就是一个颜色叠加 可以完成的一个效果 接着就是同样可以用蓝色 在蓝色的涂层 这里就是一定要记住 一个颜色一个涂层 在画一个部分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去涂层 这边稍微的点一下 所以这里有几个颜色的加法 大家可以在画布里面 可以两两相加实现一下 比如黄色加蓝色就是绿色 然后同时可以看到蓝色 透明度降低的话 得到的绿色就会相对的浅一些 所以只要有三个颜色 你通过这个透明度的调整 比如红色变浅的粉色 就可以作为肤色 蓝色变浅叠在肤色上面 就是皮肤的阴影 浅色的红可以 无限次的重复可以做腮红 因为是透明的红色 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们画了个头发的话 用了很就是没有调节过透明度 基本上是原色 然后再给它叠加一个基本上纯的蓝色 它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深的黑色 但是里面又透着一些纯蓝纯红的样子 所以虽然是这种纯黑的头发的地方 你也可以通过在底下叠加一些颜色 让它的黑色不是那么的纯黑 不是那么的死黑 从中也可以投出一点颗粒感来 可以看到我在最上面新建了一个涂层 并且在上面描绘出最深的头发 比如说头发顶啊 头发根部啊 或者说做出一些头发丝的纹理啊 这样若有若无的透出底下的一些纯色 就会让你的黑色变得非常的丰富 五彩斑斓的黑 这或许就是三元色 可以组成无数颜色的秘诀 通过两两相混出来的结果 然后继续混色 就会有无数颜色 就一直往后混色混色 包括调整透明度啊 也是一个方法 这次的插画内容呢 就是从死网印刷的灵感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死网印刷的笔刷 造出那种颗粒的感觉 所有的上色呢都是手涂的 因为为了保留原式的颗粒感 如果你是下拉填充的话 那它就没有这种死网印刷那种颗粒感 大家可以在最后完成品上 叠加上一层比较粗糙的纹理 调整一下涂层特效 对完整的质感还是很有提升的 希望大家能从这个选色方法中 获得一些灵感 我的解说就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拿起笔来 看看能不能从小小的物件开始入手 利用这三个颜色 比如说先尝试画一画植物 或者画一个人脸 慢慢地尝试从小的场景往外推 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上色技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肌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